妹妹來 妹妹 姐姐媽媽都不會怕自己跑耶 好棒喔 可惜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龐白哥報報 趙小喬流量左報 一歲猛女亮相 清土恐怖胎庭歷程不敢再孕 妹妹來 妹妹 妹妹 姐姐媽媽都不會靠鏡頭耶 好棒喔 來他去看姐姐 我看 12點 媽媽 姐姐看姐姐 喔 喔 喔 好怕喔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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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等一下 喔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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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媽的點點好可愛啊 記者會黏 電子媒體聯訪10年 媽媽手抱不住了 可以換爸爸嗎 有帶財的部分 媽因為聽說最近有好事發生提到 媽媽抱 媽媽手甩一甩再抱著 喔 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平面記者訪問時還黏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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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小孩這麼可愛 劉亮佐和趙小喬卻不想再生了 因為有恐怖的創傷和心理陰影啊 一般的女生可能就是一個月產檢一次 我已經拉到兩個禮拜產檢一次 因為我知道我的身體可能比較會有狀況 連這樣我都來不及救她 就是去產檢 就什麼都沒發生然後去產檢 醫生就說對不起 爸爸 就沒有了這樣 我陪她好像還有三到五個左右吧 醫生一直鼓勵她可以繼續 然後我就一直跟她講不要 是那個十個月的過程有太多心驚膽戰的事 那個好可怕 好可怕 明明人家懷孕是很開心有沒有 說哇很懷孕了 然後媽媽手刺有沒有 一點都沒有 對 她只要突然說我肚子有點硬硬的 我就快瘋了這樣 更不用講後期突然洗澡的時候有流血 那個 哇 因為發生過十六時候胎庭的最大影響是覺得好像 小孩不見這件事隨時會發生 所以隨時任何一點風吹草動你就 我覺得四十二歲生已經對我來說好極限了 然後加上斗哥又大我十二歲 對 欸這件事情 真的很累 因為我真的是很想要親自陪孩子 你們兩個會因為釣魚有不同的意義 當然有 小喬是嚴禁小孩看三十一個電視 我在帶她的時候 我跟我經紀人每一次講電話都是半夜十二天以後 因為我帶她我真的就是把手機放下 那是因為我們在這一圈 我半夜可以聯絡經紀人 她半夜怎麼處理學校的事情 所以她就得拿著 然後我可能就會在旁邊講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讓她看手機 然後可能一次兩次一次兩次 她就覺得你很煩 你不要再面對她 從她出生到現在 我為你追的就是假面女髮 因為她只有七級 所以我只有一天半夜沒睡覺把她看完 她是把身體搞壞了 我早睡早起 然後我帶早上 然後她就是在半夜 十二點一點或十一點睡的時候 她就一直過自己的生活 過到三四點 所以長期時間她就日夜點倒 到後來最近生理就不行啊 所以我十月就送我兩次 又長 脹氣然後人不舒服 省省 上次上禮拜託然後又吐 然後茶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然後董哥就一直跟我講說 他覺我就是沒睡覺 三立娛樂新聞保重耶 報導